《生性葉果》 我們今天的這個生性葉果的公案 要跟大家講一個比較長的故事 可是很精彩 這個在我們上次講的《鹹魚經》 或者是《鹹魚因緣經》的第八卷 《鹹魚因緣經》的第八卷 有一個公案叫蓋世因緣品 蓋就是蓋子的蓋,世就是世情的世 蓋世因緣品 這個故事很長 我今天可能只能有時間跟大家說一半 你們可以聽聽看 他說有一次佛陀在竹林金色 蓋德聖誕在竹林金色安住的時候 阿難尊者那個時候他自己在竹林當中 很認真的坐禪思維 他就想到佛陀如來出世 真的是非常的稀有,非常的殊胜 比如說我們作為佛陀的弟子 作為佛陀的出家弟子 我們因為佛陀的恩德 飲食、衣服、握具、衣藥 這四共養沒有任何缺少可以專心的去修行 然後乃至於說正果 卸脱死生輪迴的痛苦 然後這些外面的居士 王公、大臣、一般的人民、百姓 也因為佛陀的關係得到了非常大的利益 因為你遇到三保 大家都很容易造這種很大的善业 累積很大的福報 所以呢 他想到這一點 他就從這個禪坐當中起來 然後去禮拜佛陀 然後把剛剛自己思維的心得跟佛陀講 就是說他真正體會到佛陀出世太稀有的 可以讓一切友情都得到利益 都得到不可思議的利益 然後佛陀說沒有錯 就像你說的一樣 的確佛陀出世是非常稀有的事情 而且佛陀出世是可以讓一切眾生都得到利益的 但是佛陀也跟阿難講說 其實我不但是這一生成佛的時候 我出世的時候利益眾生 我過去生的時候就開始長時間的在利益眾生 好 那阿難尊者就請問佛陀說 那不知道佛陀您過去生 就已經開始持續在利益眾生的這些事蹟有哪些呢? 那佛陀就跟阿難講了其中的一個 佛陀說呢 過去無量無邊節以前呢 在我們這個南占部州的這個世界呢 那個時候這個世界裡面有四條大河 有四條大河 那只有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都很大 就分戰了這整個世界 但是四條大河當中呢 有一個國家佔走了三條河 另外一個國家只有一條河 佔走了三條河的那個國家的國王的名字叫梵天 然後那個國家雖然佔了三條河 可是他們的人名其實蠻弱的 好力量不是很強大這樣 但是只佔到一條河的那個國家呢 那個國王叫金剛巨 金剛巨 那他只有佔掉一條河 然後他的人名跟那個國家相比也少一點 可是他對人民都很羞勇善戰 力量很強大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第二個國王 就是我剛剛講 只佔了一條河的那個金剛巨王呢 他就坐在他自己的宮殿裡邊 他就很認真的想 我今天兵強馬撞 人民的氣力那麼強盛 可是我只有一條河 那個國家呢 人民多一點 但是都沒什麼力氣 力量很弱 他們卻霸佔了三條河 那我打算派使者去跟他討一條河 至少我們兩國平分嘛 如果你願意給我的話呢 那我們兩國就是好朋友 我的國家有什麼好東西呢 就是我們彼此的國家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可以互相贈送給對方 然後對方國家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相互幫助這樣 但是如果他不答應我的使者的請求 那我就打算打仗 要把他躲下來 然後呢 他就召集他的大臣 金剛巨王就召集他的大臣 商議這件事情 所有大臣都非常高興 說對 就是要這樣 我們現在國家兵強馬撞 可是只站到一條河 本來就可以這樣做這樣 好 那金剛巨王就派人到 犯天國王那邊 好 把他剛剛那個意思 跟犯天國王講了 那犯天國王講 想一想 他就想說 第一個 我們是占了三條河 沒錯 可是我們國家的確人比較多 需要養的人比較多 好 而且呢 這個國家的領土呢 是我的父王交給我的 好 那 我怎麼可能把我父親交為的領土 就這樣隨隨便便給別人呢 好 所以他就回復那個死者 說這個國土不是我自己得來的 是我的父親交給我的 好 那其實現在來講呢 認真講 我的力量也不輸你 好 你真的想要強力去搶的話呢 我不怕 好 那結果呢 那金剛巨王聽到這個回復 當然就很生氣啊 就決定要攻打犯天國 好 那犯天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力量比較弱啊 人多但力量比較弱 後來就果然沒打勝 好 就一直失敗一直退 一直失敗一直退 退到了他們自己的那個 那個首都的城裡邊這樣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覺得危機太大了 就所有的這個大臣啊 將軍啊都開會 好 然後跟國王見面 然後說 哎呀他們的國家的兵力實在太強盛了 好 那我們不應該為了計較一條河 現在失敗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還是建議國王就給他一條河吧 然後跟他談河這樣 那國王本來也想這樣做嘛 就說好 就這樣做 然後就派遣死者跟那個金剛巨王講 好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這樣打了吧 其實我們兩國交情應該很好的 所以你要那條河 我現在就給你 而且呢 我還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好 以後我國裡有什麼好東西呢 我會送給你 也希望我們彼此有什麼為難的時候 可以互相救護這樣 那時候金剛巨王覺得他目的達到了 那他就也沒有繼續打下去 他就很答應了 好 一方面就多收了一條河 一方面呢 他就迎娶這個梵天國王的女兒 把他拜為皇后 大家就和談了這樣 然後他們結婚之後沒多久呢 王后呢 就有了身孕 然後還在懷胎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很特別的現象 就有那種布滿了七寶的那個寶蓋 自然而然就會常常蓋在王后的身上 那王后怎麼行住坐卧 不管去哪裡呢 那個寶蓋都會自然而然蓋在王后身上這樣 好 懷胎滿十夜之後生了一個男孩 身體是紫金色的頭髮乾淨 好 非常的端莊 舉世無雙 然後呢 那那個金剛巨王就請 國內的這些看相的這些相師 來觀察一下這個兒子的面相 這個王子的面相 然後相師看了之後 所有的相師都異口同聲的讚嘆 說哎呀這個太子的福德好 沒有任何人能夠與他相比 舉世無雙這樣 好 那國王就高興的不得了 好 那後來就給這個王子取一個名字 叫什麼呢 叫蓋世 寶蓋的蓋 事情的事 為什麼這樣取呢 就是因為他從華製胎開始 母親就一直被那個七寶的寶蓋 所覆蓋 好 後來呢 這個蓋世太子呢 他長到二十歲成人的時候呢 那金剛巨王他就往生了這樣 那那個蓋世就繼承了王位嘛 然後有一天呢 他出去外面 好 游历觀察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他看到 國家裡的人民非常辛苦的在耕種 好 他就問他左右大臣說 我國家裡的人民這麼多 這麼富強 為什麼大家要做這麼辛苦的這個耕種的事情呢 那他的大臣就回答說 我們國家是以民為本 但是人民是以古物食物為命 就是沒有糧食他們就活不了 所以他們要辛苦的種植這樣 那國王蓋世王他就說 好吧 如果我的福報是 足以作為這個國家的國王的話 那就希望我的人民 可以獲得這種自然成熟的稻谷 意思就是說 不要耕種 自己就可以成長成熟收割的這種稻谷這樣 他這個怨一發 他這個話一講 很奇怪 舉國所有的人民呢 他們的倉庫裡邊自然而然 就充滿了各種各式各樣的農作物 各種各式各樣的稻谷 想要什麼都有 又過了一段時間呢 但蓋世王他又出 又在國內遊歷 他又發現 大家現在不用種田了 可是還要去山裡砍柴 還要打水 還要把那個穀物 放在那個 那個蔥 那個叫什麼 蔥米的那個儲舊裡邊去蔥米 因為穀物你要蔥米 你要蔥它才能夠把那個 把那個殼去掉嘛 所以他們要去打柴 要去燒水 要去把穀物去殼 要煮飯這樣 然後國王就說 那為什麼我的人民 還要這麼勞苦 做這些事情呢 那大臣就說 現在因為國王的恩德 因為國王的福德 我們獲得了自然成熟的穀物 但是那個穀物是生的 我們要把它變成熟的 我們還要煮啊 然後蓋世王又再發願 如果我的福德 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國王的話 讓我國家內的一切人民 只要吃的時候 那個食物就會自然呈現 不用這麼辛苦的去煮 不用這麼辛苦的去準備 也是一樣 一發願一講完 整個國境之內的人民呢 該吃的時候 自然食物就是烹調好的出現 也不用他們很辛苦的去煮這樣 又過了一段時間呢 蓋世王又去游利他的國家 又發現 大家現在不用種田 不用煮東西 可是又開始非常忙碌的在織衣服 在紡織在裁縫 蓋世王又問他大臣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然後大臣說 因為國王您的恩德 現在有自然的食物可以吃 可是呢 還得穿衣服 所以要很辛苦的去裁縫 去紡織這樣 蓋世王又發願了 如果我的福德可以做這個國家的國王 那我的人民呢 我的國內的一切樹木啊 我的國內的樹木呢 就自然而然就會長出這些自然的衣服 讓所有的人穿的都合身 所有的人的需要 需要的衣物都可以穿到這樣 也是一樣 一發言完一講了這個話呢 國家裡面的所有的樹呢 都長出各種各式各樣 青黃四白 隨人喜好的各種各式各樣的好衣服 大家拿了就可以穿 好 又過了一段時間呢 蓋世王他去出遊 他的國家 又發現 人民在那邊很辛苦的做各種各式各樣的樂器 然後呢又問 這怎麼回事呢 大臣又說 因為您的恩德 現在有自然古物 自然食物 自然的衣服 可是還沒有音樂 所以大家就做樂器 可以做為娛樂這樣 蓋世王又發願了 如果我有福報 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國王 我國中的一切樹上面 就讓他們長種種樂器出來 好 人民要的樂器都有 這樣 你們也不用覺得這不可思議 因為經典裡面有講 像我們六道輪迴裡面 我們人在網上就是天界嘛 天上的人就是這樣 四大天王天的人 就離我們最近的那一層天 四大天王天就是這樣 他們的樹就是掛滿了衣服 掛滿了樂器 掛滿了種種好東西 那四大天王的天人只要心念一動 那個樹枝又生過來 就掛了他要的東西 經典裡面有講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正法念書經 那接下來呢 蓋世王又有一次呢 是有一些大臣百姓 去來拜見蓋世王 那個時候蓋世王 剛好正在吃飯 那蓋世王就很慷慨 說你們跟我一起吃 他們一吃蓋世王的東西 就覺得非常驚訝 你說蓋王你的食物 吃到我們嘴巴裡百味俱足 美味非凡呢 跟我們吃的食物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那國王聽到了就說 那好吧 那就這樣子 那我希望我國家裡的 所有的臣民百姓 都能夠吃到跟我一樣的美味 好 所以呢 以後我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會叫我的部下呢 去全國各地敲鼓 幹嘛 就讓大家知道 國王這個時候正在吃飯 那只要在這個時間跟我同時吃飯的人 都可以吃到 像我所受用的 那樣百味俱足的喪廟美味這樣 所以他們國家後來就養成一個習慣 反正 國王一吃飯就會敲鼓 大家一聽到鼓聲 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吃飯 然後一吃飯呢 吃到的就是跟國王受用的一樣 好 非常美味的人間沒有的這種 劇足百味的喪廟美味 所以他的國家的人民就變得非常的快樂 難以形容的 非常非常的快樂 那這個時候呢 隔壁的那個國王 也就是盖世王的祖父呢 他派了一個使者來跟盖世王見面 好 說呢 以前你的父親呢 用武力逼我要了一條河水 那我也把那個河水借給他用了 現在你的父親往生了 這條河水應該還給我了吧 那盖世王就跟那個使者講 好 說呢 我今天這個國家的國土跟河水 都不是我用強力從你那裡搶來的 好 而是我父親給我的 好 但是我現在是這個國家的國王呢 那我不想這個 勞民傷財去打仗 所以呢 你要一條河 這其實是一件小事情 那可不可以安排我們 好 面對面談 我們就可以討論這個事情這樣 然後呢 使者回到那個范天王那邊跟范天王講了 范天王也覺得很好 好 我們就約一個時間 大家見面談一談 那天談的時候就 兩位國王見面嘛 那大家都準備了非常多的兵馬 好 然後呢 在河的這一邊是盖世王的兵馬 在河的那一邊是范天王的兵馬 然後兩位國王呢 就沉著船在河中相見 好 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故事很長 我今天只講到這裡 好 遇之後世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下次會把它講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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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